布亚世尊 来是当得作佛好施迦摩尼 以实无有法 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事故染灯佛给我授记 这个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是不可说 勉强要说的话 只能够用一个比喻来比喻的 所以昨天 姚泽金母 阿弥陀佛 地上菩萨 我的三本尊跟我讲 所谓法 就是无法 因为无法 才是法 无法才是法 他叫我做什么比喻呢 但你就以你自己做比喻就好了吗 我常常用自己做比喻 好啦 我是谁 如胜燕 如胜燕就是我 我就是如胜燕 这个当然没有话者可以讲 那我又不是这个 我又不是这个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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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师 我也不是 Sakura Sakura 教授师 对不对 我就是如胜燕 他说 他说你想一想 如胜燕是你的名 你实在的东西在哪里 你要问你自己 我是谁 如胜燕只是一个名字 我是如胜燕 如胜燕是我 台湾一共有16个如胜燕 哪一个才是你 如胜燕是代表着16个人 有16个如胜燕 台湾的名字同样相同的 有16个 我的名字有16个 那如胜燕怎么会是你呢 那只是一个名而已 你真正的你在哪里 问你 找不出来 如胜燕的伐舍利 伐舍利 没有啦 天天理伐 把头发都理光啦 那没办法 只好人家要请伐舍利 怎么办呢 这腋下的毛也剪了 也剪光啦 腋下没有毛啊 船啊 没有毛怎么办呢 还有下面还有毛 没关系 剪吧 也把下面的毛也剪啦 所以有人拿到至尊的伐舍利 怎么卷卷的 没办法啊 我身上没毛啊 人家那个白人大部分来讲 他胸部有毛 在后面有毛 摸起来就像地毯一样 摸起来像地毯啊 前面啊 这个蚊子飞进去的时候啊 这个蚊子还会迷路 蚊子飞到他的胸部啊 想要钉一口 他都被那个毛搞糊涂了 都迷路了 飞不出来耶 那我们华人就没有 有几根也是留说 不敢把它剃掉 所以 卢生宴 是不可说的 没有办法去形容卢生宴 这个你就讲就对了 是不能够讲的 没有办法讲到他的中心的 没有一个东西可以 可以讲得出代表他的 所以根本就不能够讲 所以因为讲不出来 这个染灯火讲不出来 释迦摩尼佛也讲不出来 所以因为两个都是讲不出来 所以染灯火就给阿弥陀佛授记 释迦摩尼佛授记 将来你作佛叫释迦摩尼 因为他们都领悟到 而是说不出来的 那种感觉 是讲不出来的 昨天晚上 这个姚子金母 跟阿弥陀佛 跟地藏菩萨跟我讲 那是讲不出来的 那是不可说的 因为是空 是无止尽的 我说这样讲 通吗 他说你就要这样子讲 才是真正的 才是真正的 正确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